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李慧怡 你是环节嘉宾 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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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阿诺 阿诺 你好 跟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看到内地股市是上升的 湖深300指数收报5184点升74点 身份成份指数收报14456点升247点 上市总合指数收报3517点升27点 港股方面恒指收报28194点升166点 国企指数收报10503点升98点 大市成交是1456亿 阿诺 先看看市场 看到收市升百多点 刚才也跟你说过内地的重磅数据差预期 通胀和收税预期都降温 但是港股今天早期都跟上A股升 A股很强 上证综合指数都升到3500上 港股今天最多升200多点 后来又缩回 受制十天线的 今天星期的科网股有业绩期 星期五又贵检 会不会这个星期的市场比较波动 和限制升幅呢 我想第一方面逐个逐个回答 维持之前的看法就是说内地出完经济数据之后 短期来说会不会不收水 会不会有很多易回购 放水动作出来 我觉得机会不大 是 所以如果你纯粹拼这个因素 市况有机会逆转 有点不稳定 但是A股 看回上证综合指数 始终是向上突破 所以短线来说 市场有条件做技术反弹 不是不行的 你讲疫情上面 特别东南亚洲地方上面 好像台湾印度 这些地方上面 对港股对内地的整体冲击 就相对不大 所以短线是有条件反弹的 而跌得多 科技股哪些跌得比较多 今天就见到反弹比较多 但是很多都是技术反弹的 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 市况未必说能够出现转勢 但其实整体以来 都是一个满市格局为主 今天弹上来 但是你看到反弹动力不多 大股的成交也不太活跃 所以短期来说 我觉得在乐观点的态度看 记得位2800楼上 有机会试试10天线 但是升不升得穿 再记不记得找这个效果 就算升得穿记得穿 下一个阻力位就是20天线 2800楼上方现阶段 恒指上面比较多 明显的阻力在这里 要扭转整个下降趋势 大条件起码要上20天线 你最怕短线一个最不乐观的情况 就是今天碰一碰10天线之后 再次掉头向下 所以短期来说 如果恒指再穿2800 我就会视为整个技术反弹 可能甚至结束了 你看这个由4月底的顶浪 这个位置29500 跌到近期的位置27800 27700 这些位置之后 但到今天高位 28200 28300 其实就完成了整个跌浪的 0.3200 但幅度在这里 所以你说这个字 如果再失手2800 再向下视低位 就小心一点 因为你看恒指滑行了 在保力加通道 但是接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两次穿过底部的了 再穿 你就会走得很快 可能很快 撒到下去27000 你会不会整个五月的下旬 才行整个整个五穷呢 有机会的 所以短期来说 就不要因为今天的市场弹而看得乐观点 所以你可以留意两个指标的 第一方面就是看内地股市 上升再合指数 是否其他位在3500 3500 楼上 其他稳的旧经济股 可能都还可以想 但是科技股 我觉得跟恒指一样 都是看技术反弹的 第二个点就是 恒指是否能够升穿10天 要尽快的 一两天之内 如果升不穿 最怕就完成了技术反弹之后 再行一个浪低于浪的格局 是的 大家留意这两个指标 刚才也提到科技股反弹这个问题 看到其实除了技术大的ATMX 都有得向上之外 主要都想和安努看看是8度 看到8度今天最多是升超过半成 看到有个消息就是说 金融大额索罗斯低捞 股价廉低 反弹最高建的185.1 其实比起它的高位还是低的 收市升4%左右 因为已经有消息 这一只可不可以短炒 因为它明天有个业绩出来 要留意索罗斯在基金爆创之后 爆创之后 沽下去有捞这些相关的股份 而8度只是说其中一只 腾讯音乐那些都有 而这类型股份你要留意 就是说它跌下来之后出现过反弹 但普遍现阶段的价格和爆的那段时间 都是几乎上近 都是贴近一些低位 所以你要留意一个因素就是 究竟索罗斯基亚的基金其实是做中线部署 还是短线持有去 它铁过沽过 这个要等时间才是人征犯 而最重要就是觉得这一刻你买股票 不要参考旁边的那个有没有买了 短期来说你维持看法 先我们的看法就是说这些科技股的股值 究竟撒够了 以目前的通胀环境状况 各项指标上面看 就是一来可能未撒狗 二来通胀压力其实仍然是在 科技股现阶段 我觉得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反弹而已 你百度和恒指一样 今天又是碰得碰了十天线 都没记得稳 甚至是升不升得穿都不知道 短期来说可能又是反弹整个近期的跌浪的0.300亿左右 最怕就是这些会出一些弹散格局 上十天线都不代表肯定转勢 起码大前提上20天 上个保育交通道中族 才能够扭转它的跌勢在那里 所以你说特别可能同时跌得多 这科技股有机会弹的 我们都是维持一个逢高减持的策略 包括如果有机会弹到190元左右 上的一届会建议减持为主 而这一刻有货 最重要是守住之前的低位 不算170元 你就可以再去博一下 是的 安奴都说了 这些科技股弹一弹 反而要减持就未必 或者现在可能技术反弹 要去追货那么高危 看完这个就看到今天 接着市场上升得比较好一点的 有些金矿股 看到金价其实今天早上都继续向好的 升穿了每盎司1850美元关口 创了超过三个月高位的 看到其实紫金和山东黄金 都升超过半成收市的 赵金就升3.8% 而另一只中国黄金国际剩下升超过6% 240也升1% 看到现在这样的市况 会不会有些人觉得很难玩 买金会稳定一些 大契那些金股做好 买金股会好一点呢 你看金矿股今年一点都不容易玩的 我想这些位置你选择去追的话 首先留意一个共通点 紫金、山东黄金和赵金 就是这三只股份 整个五月份的走势 几乎是一致那样的 但是月初那段时间冲过上 近期回了 今天一样同样出现一个 大约升半成左右的技术反胆 他们未破到五月头的高位 如果论整体的 trend 上面 从第二季开始 是一个up trend 短期来说我觉得在金上面 你的看法可以说 随着区块链 那些虚拟货币上面 近期有个明显的跌势出来 可能在计算印度之后 开始有不同的理淡言论 理淡那些虚拟货币 有部分的钱 会留入黄金市场上面 但是这两个资产 即是金和虚拟货币 就不完全一样 一个升一定一个跌的 短期来说金价 我觉得未必会有大升空间 这个是板块最大的风险 始终说未来联储局 环球的央行 是在计算去售水 加拿大、英论银行这些 已经开始去减QE 减买债的了 加息迟早的事 货币政策的方向是会偏紧 这个是很难利好金价 有个大升空间在那 要金价往上去2000那些位置 我觉得不容易的 所以如果你纯粹因为 看金价升而买金矿股 这些位置追上来的时候 你就要更加支架杯小心 所以如果在策略上 上面山东黄金、赵金、紫金 短线有条件再向上网 但是会建议在向上网之余 定号一些的指站位 例如三只股份也是 因为走势太相似 都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指站指摄位 不穿的你可以继续向上网 第一步看回五月头的位置 相对地 可能紫金历期下可以充电铜价 或者其他有色金属价做好 走势会比较硬正 但是金价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它能否突破到一千九这些水平 你最怕未来就是金价继续横行 金矿股就有一个获利回套的情况 我自己对金价的看法 都是觉得可能横行大约在一千八 至一千九这些位置 机会会相对比较大 金价要出现升浪 我觉得在目前货币政策 市场看法上面 我觉得很难会有一个大升空间 刚才说到走势相近 会不会有哪一种是首选呢 即是现在这一刻的话 如果你要拨就拨紫金 纯粹就是因为拨它除了金之外 那些铜 那些相关的铜价 铜价可能会见底反弹 或者你拨一些资源价格 就继续封上去 比拨金价 因为金价我们真的觉得 是一个滑坑区价位置 但是老实说 三只都是一个uptronic 如果你讲紫金计 我们都觉得 譬如二分条十天二天线 会作为止赚止线位 如果你看图上 那二天线受得住 整个图不差的 如果你记得位置十一个八楼上 就是第一步望回之前的高位 第二十三楼上这些位置 如果真的能够再次突破 保理交通道顶部 最乐观的情况看十五元 其实不是说 不可能有很多大航一早看十五元 所以策略上面 如果你这些位置 可以考虑以十一个半 这些水平 你做一个止施位 不穿的 那就望十五元 但我觉得这些位置博之凝固 其实直博率一半 我觉得可以看定些 是的 如果想追些金股 就不要只看金价升 首选是二八九九 不过 现价水平就要再观察一下 也谢谢阿努 你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申报一下 不提前 刚才提到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有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你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再见